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呢? 我们晚上都是唱的, 晚上唱的 对, 以前那些夜总会 酒吧, 夜总会, 对吗? Disco, 全部都是在那里磨出来的 当时在我的心目中 因为我已经懂得听歌 我扭上电视机 就看《温雅康上谷》 出向那些 这首歌真的很厉害 但是我始终觉得他们英俊而已 所以可以成为了这么受欢迎 不过后来真是很大的转变点 你由《温雅》一路过渡成为 独立的谭泳麟 你唱中文歌 你觉得自己是偶像派多一些 还是实力派多一些? 我们其实是偶像派 你不懂得唱歌 对啊, 为什么要分得这么开 你由英文歌 由唱那些沙拉拉拉拉拉 或者英文的《温雅》一路过渡成为中文歌 他也是喜欢《猫王》的 不…因为我父亲和姐姐很喜欢《猫王》的 《温雅》一路过渡成为中文歌 但你出来的形象是完全没有猫王影子 因为我是夹乐队 夹乐队我们又喜欢唱歌 又喜欢《温雅》和《温雅》 对吧, 《温雅》就是偶像 就是偶像 众人偶像 所有音乐人都是偶像 因为我们根深蒂固 全部入脑都是西方的偶像 和唱歌的方法 音乐的风格全部都是那些 但你现在要成为了本譜 甚至是香港一个先驱者 虽然已经有许冠杰 它是比较定型的 它有很多《猫王》歌 那些《佛教场》 全部都是改《猫王》的 但是很成功 因为它的歌词 但你又怎样搞呢 我记得有一首歌 很重要的 我们在电台我曾经访问你 那时就合你出了《黑膠碟》 有这首歌 这句歌词很厉害 是的 其实原来这首歌词 是很能够打入人心的 《吴愿着西装与衰生》 是的 就是解放了他们 是的 解放了所有束缚的人 其实这首歌词 那一句歌词是心日文双 但是整个曲式 包括有另一首《吴愿着西装与衰生》 全首歌词是一句歌词 九个字 九个字 唱完整 你不怕被人罵 罵就罵黄尖 他电子 但是你负责唱 我想问你那种心态是什么 因为我们本身 第一 年轻 第二 真是ROCKER 那时候摇滚 真的不怕死 什么都敢试 什么都想试 但是后来真是很难成功 即是一转型到 是多过温马的层面很大 其实有点像鱼翁杀网那样 你觉不觉到 在那时候我的歌词 试探 New Wave 哎呀哎呀 什么都有的 很多人害怕的 很多人害怕的 其实香港乐坛是否 譬如你在那个地方 你叫塔校长 大家都已经认同了这个 我是多士而已 是 放完出来后人们未必喜欢 谁改了这个名字 记得吗 因为那时候我经常在暑假 延续五年、六年开演唱会 开演唱会 还有呢 还有观众都会唱我的歌 是 好像唱校歌 是 那我不是校长 有校长必有学校 有学校必有校歌 让我已在深秋 回忆 逝去的我在心头 回忆 在记忆中的我 今天曾泪流 请抬头 抹去旧事 不必有我 不必有你 爱是可抛闻我手 你是可爱到永远 我是真心舍不得你走 我想问你 你经常在楼上的楼上 是,就是波牛仔 为什么变成了班仔 我们也是喜欢音乐 对,一群人在楼上都下来下来 一听完球就唱歌 是 哼哼哼哼哼哼 然后终于 那时候那个年代 Betles 我都说Betles 对,Betles就跟着Betles 就出现了 他都说Betles的歌 我也不知道Betles 既然是经典的 但Betles的歌 那么深入很深 因为不知道要开派对的 你也有 当然有Betles 你也有 不如你 在那边 雲吞面泡 喝着柠檬茶 一个吉他 唱不唱到? 谁令我心中自知的醉 不是这个歌来吗? 藏在我身邊 接著這個歌曲很扣人心 對 因為陳友說聽我錄音的時候 聽完這首歌, 覺得我的嘴巴繞出來 如果喜歡你, 如何揭曉你 我每次一日的淡忘 唯獨情三一片 誰領我眾生意戀 誰給我真心不戀 只要我一息相處 也忘不了 這首歌是否這樣 你… 這是譚詠麟嘴 不過我真的想問你 那時候的日本樂壇 比我們香港樂壇進步很多 因為他們先走了十幾年 由偶像派, 甚麼派都是他們那邊來 你簡直改了《五輪真宮》這首歌 我錄這首歌時, 猛到不得了 猛? 為甚麼 因為我看見我錄這首歌時是下午 我很想下午錄音 但因為要改 一改, 下午也開始了 下午吃完飯後便開始錄 錄到六時多, 吃飯前是一事無成 甚麼問題 不知道 入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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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說不要錄了 停一停 我想想歌如何唱 方法 和我買一瓶白蘭地 我喝了四分之三 有味道說 來吧 剔兩次 因為那首錄音 我記得不可以中間斬開 是要全部的 因為以前如果要斬開 要用剪刀剪 一搏 其實是人家聽到的 用電腦按 用電腦按 怎樣改 一抹一條線就對了 用剪刀剪 人家聽到氣息不能夠 不能夠 我覺得你不靜止 打了一首歌 或者把你確立了地位 而是帶了樂壇 一種風氣 那風氣不僅是 改日本歌那麼簡單 是改五輪真觀的歌 一掃而空 好像百貨公司 被人掃了假 掃了廁紙 掃了廁紙 沒有一首歌 因為他真的作得好 二來是一種風氣 我想說當時 改日本歌 好還是不好 應該是忠於我們香港 多點創作 出師者夢 但願你開場發現時 能明了我心 我 卻握手風聲 能轉達 巧巧地唱 可惜成功 可惜成功 是一種風氣 可惜成功 可惜成功 女生來到香港 其實就變成另一種運氣 是嗎 譬如你很簡單 遲內的春天 又是編哥 你改的 我是很喜歡 恩凡坊 真是唱得好 不過我不知說甚麼 大哥 因為你改了之後 遲內的春天 沒有人會跟進日文 我也不懂日文 是嗎 我覺得是非常大貢獻 阿譚先生 多謝多謝多謝 都看功力 都看功力 人人而言 不過 就是這樣 當時因為你興起了訓練潮 大家改歌 其實有少少爭的意味 爭到層面 這個爭這個字 開始在一個樂壇的面上浮煙 很明顯地 因為我作為DJ 很簡單 譬如我作為DJ 很多人以前沒有電郵 總之有人在門口跟你說話 避信 避信 避信不用說 因為很多信 整個桌子都是 其中兩種支持者最多 譚詠麟支持者 是Fan Club 張國榮支持者 我左右為難 為何你播放好像多了一隻 這樣算 第十屆十大中文金曲 第七首得獎金曲是 無心睡眠 得獎歌手 張國榮 DON'T SAY GOODBYE 譚美麟 不用說了 張國榮 張國榮 当年情 我信仰逝耙 Zither Harp 拔开我手 弃将我真心绑门楼 无言而退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你我感受 野风林林 独回望有树千层 事往的我充满路犯 无告于之珍 直压着门口气不分 对妖言 发烟 深违照鸡 你觉得怎样做呢 你和Leslie不知道是你自己人斗还是粉丝 什么情况 人斗当然没可能 那见到面 因为我们本身都是朋友 不过粉丝的确令我们有时见到面会很尴尬 因为当着你们的面子 粉丝无知 在当年年年轻的那些瘦子都不懂得想 疯狂的 被某些传媒潑下潑下 他说你不好 他又说你 传媒来说他的立场 你有一年有一斗是开心的 他有得写的 是的 那当然是潑火 那些瘦子不知道 然后又扯了火 又怎样又怎样又怎样 那你私底下和Leslie和张慧榮 对过话 谈过电话 那怎样 像现在的国家元首也是这样 有个直通电话 不要弄下去 或者应该怎样 有没有入口 我们见到面也有 通电话有时也说过 我曾经跟Leslie都提议过 提议什么 我说不如 当时我已经不得奖了 然后她也很自宣布是不得奖 凤威亚就来 即是类似差不多了 然后四大天王刚刚没出来 亦希望替我们的后臣 弄到四个这么乱 十大中文金曲 第七首得奖金曲 月半湾张学友 吕榮 李明 刘喜伐 刘德华 郭富城 第十七届十大中文金曲 第十首金曲 来来回来 张学友 张学友 歌名谁人知 主唱刘德华 刹幕有华 郭富城 曾永远 刘德华 信真传说 指唱 郭富城 情未了, 劉德華 主唱黎明, 只要為我愛一千 主唱郭虎勢 張學友 黎明, 我這樣愛死 我們爸爸 張學友 愛是永遠 然後我就跟Leslie說 我想叫大家出去吃飯 即是說四大天王 是的, 我們兩個出面 我跟Leslie說 是… 我們兩個出面 今天叫他們出來做 不, 不說甚麼 只是吃飯, 淡點雪地 唱卡拉OK, 玩而已 即是大家明白 甚麼都不說, 不說公事 沒有經理人, 一間不讓外人 只是六個人, 便可以了 第一次的結合, 只欠郭虎勢 不空, 郭虎勢可能自己不知道 不知公理是經理的經驗 是的, 經理是經驗 又去了 接下來就比較難約了 學友不行, 黎明不行 九月九月九日沒有 到今次一定更加不可能 我將會告訴大家 是我在樂壇最後第一次 因為在未來的日子中, 我決定了 我不再參加任何有音樂和歌曲比賽的節目 我當晚也在, 說起來有十大金曲 說起來有十大金曲的頒獎典 突然間你在台上說 然後慶功宴就大件事了 下來了後, 所有傳媒都在酒家 在那裡佈滿了, 你也很激情 那一晚, 眼紅紅那樣 已經搞到 在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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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怎樣的呢 為何要決定這樣呢 回想起 其實不是一時間的激動 不是這樣的 是想了一個多兩個月 只不過沒有告訴別人 到臨開show前 到那個獎項 差不多到達了 就叫了兩個人進去 其實是紅暗 紅館 叫了張國中 叫了班維倫 兩個人進去 說給你聽 他們倆當然惡然 眼睛都濕透了 連自己最親密的工作 一起工作的人都不知 不知 沒人知道 當日才說給你聽 當日才說給你聽 然後要出去 我要宣佈這件事 你覺得這宣佈的決定 對於香港樂壇有否影響 其實在當時我的看法 因為我當時的勢頭 未來的三五年沒有改變 因為第一 勤力 多勤力 那時候已經很誇張 即是宣佈那時候 在做甚麼碟 我們可以立刻找回你 我告訴你 那時候我的工作量是怎樣 一年一定是兩張廣東碟 一張過語碟 分分鐘有時可能還夾察迷 甚麼呢 日本碟 韓國碟 要拍戲 拍兩至三部電影 一年內只有365天 你怎能夠分 你做完這首歌 還要宣傳 還要拍MV 是呀 還要走步 還要表演 那你就算了 我也不知道怎樣分會 還以為我拍MV 那些劍哥金火鴨 等著朱爾小鈴的那些 那個密度 每人都害怕 你很確定 那幾年已經一定會這樣過 那幾年都是 堅持住 堅持住雞頭 就是爭冠軍 或者爭亞頭 那就算了 原來已經到了一個場地 從來沒有人說 我不拿 不是吧 即是奧斯卡 突然有人說 我拿了兩架影后 我不拿 我最初不是不拿 我還要給一些 不是 我才有十隻劍哥金曲 幾人見 是的 路線的 都拿了 十隻劍哥金曲 我拿了十四隻 因為家庭觀眾選擇十四隻 然後專業的學評人 八隻是我的 真是誇張 我說不要了 變成自己的節目 不要玩了 不要玩了 那你現在怎樣看 這個樂壇 就是陳奕迅 連續十年是最佳藍歌手的 你覺得 比較是怎樣 現在是健不健康的呢 沒有說健不健康的 又要接受才行的 剛才說 當你成為了一個超級巨星 之後你就要 所有的觀眾 所有的尋常百家性 是可望而不可跡的 甚至乎他不知道在哪裡住 在哪裡出入 甚麼都不知道 就是不會在街上見到的 這叫做Superstar 即是以前的概念 但是你呢 我很記得 一坦上範 用不著… 整體在街上見到的 是嗎 簡直有些感覺就是 我真的有些感覺 阿倫這陣子 用不著這麼濫 甚麼叫濫 意思是 全部都不退 所有見到群眾的地方 都會在那裡出現 無論多人還是少人 很少人也好 一個很小的電台訪問 或者一個很小的聚會 一個慈善的活動 全部都見到你的 你一定不會辛苦 這一個這樣的做法 是你自己想這樣做 因為自己有策略地這樣做 真的從來沒有人試過 親民到過了一份 這件事真的要說 因為我曾經幫 我曾經跟過的那些人說 其實大家都知道 我的行程各樣的工作表 是幾密 既然你會安排我 在早上、晨早電視節目 香港早晨、朱小姐那些 也有的 很早的 是否一定對你有幫助 我問我那個保姆 她說是 如果你去的話 你可以幫助我 亦可以幫助那個新編導 因為那個編導剛才上來 她找到阿倫上來 對 如果叫人這樣可以 不用多說 去 就是這樣 你覺得後來做完一敗論 收穫是甚麼 收穫當然一定是幫助別人 其實在間接 你也可能幫到自己 絕對 因為我在人際關係 續落了很多種子 雖然我是不問耕耘的收穫 但收穫會自然 但收穫將來會在無形中的地方 會幫助你 簡單一點 多一個觀眾便多一個觀眾 多一個聽眾便多一個聽眾 我們都是這樣想的 很多周邊的人都會看在眼裡 所以我經常跟新人說 不要計較 有機會就去 不要經常說 我還有甚麼用 有多少人看到 不要這樣 有否影響過四大天王 這一個 只有一個沒有說過 只有一個沒有幾個 幾個都是這樣說 他們都… 有些自己約我出來說 有些就是我看到 有些是錯的 有些是勸的 有些是勸的 對音樂 雖然他們的技術不一定是一流 但他們對音樂的態度 我是很認同的 即是可以回想起溫那初期的時候 Lusis的時候 即是一群年青人 還有 你又是刀鑼的 你又是怎樣 刀鑼就是我自己 又是像踏國士一樣 是 因為我沒有人想到 我會唱一些 有些民族性的歌 是 是 吳那間 新居 對呀 去到新居 刀鑼是誰來的 你知道這首歌 從2004年至2009年 那五年 是電話的零聲多厲害 在國內 我現在想說 音樂上 你既然在這樣的位置 你怎樣看中國市場 如果有一個市場 你作為一個香港領導的歌手 的確香港 是在世界的環樂壇 曾經是風光那時的 直至到資訊開始發財 以前國內的市場 未開很多賀虎藏龍 很多 只不過他們是欠缺包裝 還有是一個有系統的推廣 你覺得整體來說 流行樂壇是否已經超越了香港 絕對是 因為不太比 因為中國市場大 中國市場大 香港就不用 但是 那些人經常說 香港樂壇二寫 我不認同 整個《諸國三合洲》 只說廣東話的人口 也有七千多萬 如果你的音樂做得好 你是拿到那群人 拿到那群觀眾 你的誠意被人感覺到 人一樣會買你的 我們當時真的要對歌很熟 還有很有感覺 現在太多科技幫了他 人家弄得歌手以為 未構正那些 都以為自己會怎樣 因為人家跟他改 對 跟他畫線 打到走音變得不走音 但始終都要出來見人 要唱Live 所以唱Live露出馬角 尤其是有些大型的 就是外地來的歌手 更危險 香港的 我覺得 沒有一個Live 現場唱歌 拉闊 除了人拉闊 人拉闊 音樂都拉闊 到 這是很厲害的 音樂是Live 我喜歡Live 到了今時今日 你還有甚麼所求呢 請問 我沒有問 我不知道做甚麼 真的 你有沒有問過自己 一路24小時做 現在仍然很忙 很忙 有甚麼未做過 很想做 我常常很想做 做演的時候 做不到 好像曾經說過 演戲 現在演戲少了很多 對 少了很多 那麼英俊 不演戲 很浪費 要找到一個很能夠 令我心動的 女主角 劇本 劇本 很難過 別人寫了給你看 看完一輪便想想 要找 可以不合 唱歌 你自己可以掌控 很多事 已經知道發生甚麼事 但電影是一個團隊 要配合 導演 編劇 製作 工作人員 很多事 是 但你之前去台灣 做了一輪電影的工作 還拿了影帝 奪買影帝 那段日子對你來說 是一種 捱世界 打好底 是struggle 年青人出去闖的心態 是嗎 絕對是 是 沒有東西 失去 影帝又拿了 為何不留在台灣 享受影帝的 官面 然後在那裏發展 不是 我去 拿了影帝之後 都在台灣大陸多年幾 拍很多 好多戲 是 有些名字改了 甚麼都忘記了 如果你說 我青春三十年 那些 我在那個年紀 已經辦六七十歲 神經病 你後來所以有一條癮 是否要扮老人 回來香港也有拍過 扮老人 是否要自己弄 是… 麻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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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是煩老人 那些拍電影 我有一次要看你的陰陽錯 你一直看… 索婚藝童 對 突然間 人們差不多都已經來了 你知道香港人 起床 就說完了 出彩音樂 出字幕的時候 坐下 坐下 因為有一首歌 真的 幻影 在那裏播放得好 擺得好 令你之前 如果有失分的地方 挽回很多高分 但其實也不理會出戲 你想說甚麼 我想說 這首歌的影響 你記得這首歌 其實在樂壇已經出現了 你的碟也出現了 其實是的 我也不知道 突然會彈出來 沒錯 因為你拍了出戲 其實是這樣的 是音樂棍的 對 音樂的嚇舌 是心入民心 對 因為有出戲 而 而重新… 重新… 重新的感覺 所以我們在電台界 或者音樂界 都把這首歌重新放上來 好像再上榜 印象中就是這樣 已經沒有了 但不知道為何會重新 所以以前很多… 我聽到很多這些歌 四義不腳 很多奇蹟 這些歌曲 用了結他彈 我覺得是夜蘭人靜 或者在今天… 他們無限的感觸 雖然喝著檸檬茶 但這種感覺 懷舊的感覺 是真的有 那他開始解釋 是 就是這些聲音 就是這些聲音 很容易勾起人 就像很想唱歌 是 還有幻影是很奇怪的歌 幻影是一首歌 是唱出來的 尤其是前面那些文章 是唱出來不好聽 是要說的 即是如一如數 如一如數 即是慢慢說 說也不明白 你不明白 要說真的要說給聽 怎會愛此 解釋這段情 寫一首關於你的事 胡言斷語 心思交稅 鼓勵 搜一身 都不傷心 處境 除了曝光ア ノ 新年紀 謙星 所有恐懼 很難說 溫自 Maybe 這件事情 這些已經令我想到整個人 投入婚的夜難人禁的感覺 我當然是一大希望 香港樂壇是未死的 怎樣重生呢 用重生這字其實… 大家努力 其實重生這字已經很難 很難說了 說出來已經是 但真的要…真是難的 一直說我也是其中一份子 阿倫是朋友滿天下 這些朋友不是普通話 你好 你好 何時喝茶那些朋友 而是一同唱歌 一同玩樂 一同踢球 一同做事慈善 所有的公司都混在一起玩 因為我們真的玩了幾十年 有一次 我最記得去韓國踢球 韓國踢球那次呢 我們球衣會叫蜜蜂 他們是蜜蜂 蜜蜂 阿智偉那次最幸運 因為拍你的NTV 直接射一球掛網入球 我一生日 一次都不奇怪 拍了NTV 而且這個NTV 即是你的卡拉機 是發到全世界每一個角落 你說真是 連斯朗也未必有這樣的運氣 所以這些朋友 真是很能夠反映出這個圈中的普通話 有時看我們真的挺反映出的 挺反映出的 全部反映出的 這個應該成為了經典的… 節目之一 節目之一 MTV也是成為了經典的 一唱朋友 有時大是大非 都拿出來的 所有明星足球隊唱這首歌 都提笑皆非 是嗎? 為什麼? 因為那個卡拉機 你什麼時候定的 定得有那麼高 高度就像摸不著一樣的 就像女仔唱都可以 是呀, 其實是女仔卡拉機 不過不要緊 接著我們今天唱原裝正版的 《女仔卡拉機》 有如墓 難得知心 幾經風暴 為將可不退半步 定是你 遙遙萬空 點點星光色色相關 你我那把經濟泡沫 是我大開心中的孤單 是誰明白我 情同仰秀 一起開心 一起避傷 比紙分擔 總不分和 我你 你會為我 我為了你 功夫還能絕望女 更加一首 朋友 還要再高一點 人與人之間的隔膜和關係 有多遠有多近 在一首歌中已經看到了 謝謝所有的朋友 沒有 你都為了香港的經濟 這麼大 我知道 我這首歌就有了 你真是 很漂亮 很漂亮 她曾經試過一次去 不知哪裏的商場買 她只買我都想買三五十多元 藝人要像一塊海綿 去吸收不同的水分 唱片公司 甚至經理人公司 她慢慢推廣一個 我們稱為超級巨星 超級歌手 她們紀錄 很需要時間 而且不能捨柔形容擺 那種路線 明镜与点点栏目